許惠寧起5日出席台灣乳房醫學會 和台灣年輕病友協會的公醫活動 他分享了27歲時 曾經在胸部摸到一顆綠豆這麼大的腫塊 當時不敢跟媽媽說 是喊醫帶去看醫生 自認個性堅強的他 沒怕到哭 反而是在X光的時候 夾著乳房的時候 痛到哭 一個星期之後 檢查出是荷爾蒙引起的硬塊 不是惡性 才終於放心 而他在訪問中說到 和邱澤結婚之後 雙方都忙於拍戲 年婚禮 都要討論明年尾 對於生小朋友的計劃 他就說順其自然 而家裡的長輩 也沒有娶她生兒子